城市学院的老师同学对他们的外籍教师纳赛夫妇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 他们俩以其独特的英语教学赢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不过最近纳赛夫妇又玩起了新名堂 他们在自家开办了一个免费英语友谊俱乐部 来到纳赛夫妇家时记者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只见纳赛在电脑前会声会色的讲着四周则坐满了不同年龄阶层的人 看样子他们绝对不是纳赛在学校的学生 后来一打听我们才明白这原来就是纳赛所说的英语友谊俱乐部 俱乐部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单位 他们中有医生商人公安民警工程师等等 他们都是纳赛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 目前俱乐部已有50多个成员 纳赛夫妇根据他们的英语水平分成基础班和口语班 基础班重点强化单词 口语班则是针对有一定英语功底的成员进行的口语训练 俱乐部的成员告诉我们 纳赛夫妇办的这个英语友谊俱乐部完全是免费的 每周一次定在周六的晚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或不来 但每次来的同学大都在30人以上 既然纳赛给大家培训英语是不收费的 当我们问他有没有考虑过回报时 纳赛笑着说他要的真的很简单 给我的回报就是一个友好的微笑 现在英语友谊俱乐部已开办两三个月了 不少成员的英语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这位李先生可是从俱乐部一开办就在这里学了 每周一次雷打不动 英语是全球通用的语言之一 目前有70%的国家说英语 电视机切的李如果有兴趣有时间 不妨也ABC一下 说不定要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 这位李先生是全球通用的语言之一